幾百名菲律賓抗議者星期一 在中國駐菲律賓總領事館前遊行示威 紀念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 這個裁決維護了菲律賓在南中海的領土權利 2016年聯合國上設仲裁法庭一致裁定 中國對南中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聲殺 並且沒有法律依據 一名在場的抗議領袖對記者說 他們今天在這裡慶祝菲律賓在有關西菲律賓海 即是南中國海裁決獲勝五周年 但他們今天也在抗議這個事實 即是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一直未能兌現 並且堅持海牙法院在五年前作出的裁決承諾 示威者呼籲中國遵守國際法庭的裁決 他們拿著已故總統亞基諾三世的照片 紀念他在南中國海或菲律賓人稱之為 西菲律賓海問題上留下的外國主義行為 中國在這個海域大部分的主權聲索 與菲律賓及該地區其他四個國家的主張重疊